平常说喂蜂,我们想到的就是喂糖浆 可在春梵时候既要喂糖浆也要喂花粉 而且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保证春梵成功 否则浪费精力赔了投入 蜂发展不起来甚至会喂没了 怎样喂糖浆配比是多少 之前的作品里说过多次了 今天不重复了主要说说喂花粉的事情 我们知道花粉是又虫又蜂必须要吃的 蜂蜂时候如果没有花粉蜂群是无法繁殖的 所以在蜜粉缺乏时候 不仅要喂蜜糖也要喂花粉的 喂糖浆时还香蜂蜜歌反复强调 要在傍晚后喂避免到风发生 如今春梵时候要喂花粉 可能有的人也不明白花粉该什么时候为何事呢 是否也应该在晚上喂 喂花粉时要把花粉消毒后浸泡花粉一两天 再加入蜂蜜调制成花粉壶喂蜂 喂花粉壶时要打开蜂箱接续杀盖 花粉壶要拍在蜂框梁上 这样喂花粉壶就比喂糖浆麻烦些 因为要开箱因为花粉壶拍框梁上不容易 所以晚上喂就不合适了 低温开箱久了会降低蜂巢温度 所以提醒春梵时要喂花粉壶的蜂友们 为了不影响蜂巢温度 为了避免冻伤幼虫 喂花粉壶要选在情好的白天 花粉壶对蜂的诱惑要比糖浆小 蜜蜂对蜜糖的贪恋永无止境 对花粉时是没那么热爱的 所以花粉壶引起倒蜂的可能性要低一些 花粉的消耗量也比蜜糖少得多 所以四味时别喂多了若小蜂群 一勺就够了 配置好的花粉壶不能久放吃多少就配多少 喂入花粉壶要三五天吃完 太久没吃完就可能变质了 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喂一次花粉壶 这比喂糖浆的次数少得多 为了刺激蜂王产子强盛蜂群一两天一次 少量多喂一点糖浆就可以让蜂群兴奋 但若小蜂群如果有蜜粉皮 就不要多次喂糖浆让蜂群劳累 蜂群若小蜂王不会多产子 多产的子宫蜂也不会浮育的 优质蜂花粉是春凡时最好的饲料 但如果没有蜂花粉也买不到蜂花粉 也可以用合格的蜂花粉替代物 现在有各种粗蜂的带用花粉浆 有些也不错 只是提醒一下蜜蜂是很娇贵的 不是随便拿人觉得香甜可口的就能喂蜂 有人居然想南瓜豆腐花能不能喂蜂 我们千万别想当然的乱喂 喂错了就可能把蜂喂没了 蜜蜂该喂什么必须是经过大家检验 合格有用的才行 是正规厂家生长产的有信誉保证的才敢喂 春凡是靠四味使蜂群凡胜喂对了蜂群凡直快 一年蜂就好收益高少得病 如果喂错了 不仅浪费人力物力 也会把蜂喂没了 希望大家要注意 的东西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